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周 周一全州交易展望的时间 7月25号美股上位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 联合大家在线上公开课 美股7000小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7000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美股声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我们看这周呢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事件 以后我们一个一个的过一下 我们选择自己观看 等东西上述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周事件上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知道上周市场是开启了 新的一轮财报季 那这一周的财报季将会进入高潮 绝大多数的公司 尤其是绝大多数重要的公司 刚好也会在这一周开始发布财报 陆续的发布财报 同时呢周三还有重头戏 加息75基点 那我觉得加息75基点 这个市场是已经知道的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意了 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 美联储要加息75基点了 那只是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确信 加息75基点的这一个事 那如果市场已经完全的price in呢 接下来要加息75基点的可能性 我们看目前是大概率 基金80% 那这个概率我觉得是足以告诉我们 目前是加息75基点没问题的 除非在周一周二还有什么变化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难了 很难 如果这边加息100个基点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黑天鹅事件了 那市场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目前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 比较小 这是我们一直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另外大科技股的财报 就是我大量的Bandstock发布财报 当然我们说过这里面科技股 还有不少下跌的空间从估值上来说 当然可能苹果微软 这些可能也跌不动了 但不排除财报之后 会给予一些新的动物 那这都有绝大多数 而且是绝大多数大公司发布财报 所以个股的关注度 板块的关注度会非常的高 在周一周二 然后周三 鲍威尔可能短暂的会夺取市场的一些 关注瞩目 但是市场最终的焦点 可能还是要落在苹果的财报 苹果的财报 那我们看苹果是市值最大的公司 也是全世界关注的股票 那苹果的财报 这边可以看到日期是在周四 韩后 那也就是在鲍威尔宣布 美联储宣布加息 鲍威尔讲完货物 讲完化之后的一天 整整一天多 那给予市场足够的一个消化 以及通胀预期 加息预期 收紧预期 各方面预期 美元 国债利率 对吧 各种预期 给它一天时间的调整时间 没问题 然后最后我们把舞台腾出来 留给苹果 那苹果将会接过美联储这个棒子 然后决定这一次财报的一个基调 我们看到上一周 上上周传统价值股银行打头炮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上一周不少传统股是拉回来了 包括上一周的科技股 有不少个别科技股表现是不错的 除了我们看到上周最后半段 像这个Snapchat 还有Twitter 还有Facebook 谷歌对吧 这些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一些牵连 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目前的一个财报情况 整体还是偏向于中立向上的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前提下 不排除苹果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结局 但苹果是最大的公司 他不一定要听别人的 别人可能要听他的 所以我们看到周四盘后的苹果将会是如何表现的 Meta还有谷歌的财报 基本上也在上周被Snapchat给定掉了 然后微软的财报估计也是会受通胀的影响 会相对来说比较疲软 周三我们看到还有波音 然后前面的话有些都有可乐 GEMGE 麦当劳 这些可能比较老的传统的公司 Wilpool NXPI 对吧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Philip 等等一些可能比较传统 没有这么多动能的股票 周二盘后还有Test Instrument 还有Tipoli Visa Enphase 还有Sketcher 这些Boy Gaming 都是可能值得关注的一些 周三盘前也有高估值的 也有传统价值 周四周三盘后就进入到 渐入佳境 然后周五的话就能源公司 我们看到基本上跟苹果同一周报的 都是大家伙 都是重要的家伙 当然也可能都看着苹果在动 因为苹果可能牵连着很多板块 很多产业链 那这是我们看到 本周的一些关键的事件 除了刚刚两个以外 还有GDP GDP 那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 目前美联储 这个还有说央行 美联储央行 还有包括财长 耶伦 还有很多主流媒体 现在在渲染的就是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这种衰退 所谓衰退的话是连续两个GDP数字什么出现下滑 出现这种不增长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将会被定义为什么衰退 那衰退的话呢 那就那就那就不好玩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进入到recession recession那股票可能会跌得比较惨 或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反应 当然我觉得市场可能已经price in的不少 像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一旦还是来了的话 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有一波下沙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GDP数字是在周四 周三周四 还是很可怕的 周四 周四八点半 周四八点半 盘前 周三很刺激 周一周二可能稍微轻松一点 周三就开始就很刺激了 然后周三的盘后有些巨头 周四的盘前 这周基本上后半段是非常精彩 全程没有任何尿点 然后还有欧洲的CPI 当然欧洲CPI作用性不大 又跟着美国走了 更多还是看这个US GDP 那么 然后还有俄罗斯这边的事件 其实美洲也都是中国人的焦点瞩目 只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边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市场是怎么样一个setup 我们看一下 首先ES标普500 我们说的美股大盘 代表的美股现在目前的一个整体状况 那它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区间的上延 日图周期在区间上延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超买 或者说即将转头向下的一个周期 所以这里预示着说就算往上走 最终结果可能会往下来 或者直接往下跌 这可能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单从周期图来看 另外从日线级别的话 也可能即将出现一个拐点 也就是出现超买 日线级别一旦出现超买 或出现拐点的话 那你看最终的结果是往下跌 一大轮或者说一大截 那会不会这边是转头向下跌呢 还是冲高再往下跌 完全都有可能 同时四小时我们也说了 四小时的上周不断出现什么 超买的信号 超买下来 超买至涨 目前我们看到价格在出现超买之后 要么就是回落 要么就是涨不动 那现在的话四小时是不再超买 当然也没有到很好的买点 甚至说超卖 目前是没有 但如果说能出现超卖的四小时的话 那我觉得理论上来说 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的机会 但目前来看 不是对吧 还不是 还没有到超买超买到零线以下至少 那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是一个修复 看周一周二怎么样 如果它踩住零线的话 踩住蓝线的话 那这里还有机会再冲一冲四千 可能最终目标会达到四千一百三十五 这都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的 这也是我们上周讲到的一些点 这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那这周有非常非常的事件 那非常非常多的事件 也就是给市场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去带有动能或带有量能的去进行方向性的选择 但当事件性太多的时候 这个之前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点 当然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特别的名字 去叫这个理论或是怎么样 更多是我个人的一个实战的一个观察 当这个这周有太多太多事件的时候 这个事件可能向上的预期 这个事件可能向下的预期 最终可能就是市场是什么 偏震荡 而且这个震荡可能大家预期是什么 剧烈的震荡 是吧 像美联储就有事件 通常要么就是看大涨 要么就是看大跌 肯定不会停在这里不动的 肯定是剧烈的震荡 那当多个事件都有剧烈震荡的预期 然后刚好都碰到一起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相互抵消这个政府 这个其实在物理上 应该是有一个原理可以去解释的 具体这个理论叫什么 我忘记了 但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 大家预期很剧烈的情况下 最终就会什么 让所有人失望 从而给一个非常小的震荡预期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然市场一些可能性都有 我们这边只是把这个可能性 阐述出来 并不代表一个预测 那这边最终可能这周 正在一个区间里面 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 不一定要上去的下来 或不一定要直接下去 这周可以就这么 在一个小区间里面待着 然后等到下周再说 完全有可能 所以这周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看点 而且包括在我们做公开课也好 或做实战也好 我觉得这周也会出现 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 因为这周可以说是 我们看到后半年 非常多事件或是eventful的一周 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是满怀期待的 满怀期待 当然同时也做好了 失望的准备 大家也是一样 做好两手的准备 那从这个目前 我们看到本周的事件上来说 非常多了 这边我也不做过多的 个股事件的补充 大家自己去看 Seeking Alpha上面的 这个Catalyst Watch 关于个股的一些潜在的事件 包括Start to Watch 本周除了财报以外 IPO反向收购 Dividend Change 苹果的财报肯定是众人瞩目了 Amazon Back to School 马上可能也要开学了 对吧 Shore Squeeze 大量的做空股 这边是否会被逼空 市场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上涨动能 是不是要逼空一下 同时还有些Corporate Event Byron这周讲到了不少的大的公司 尤其是e-commerce giant Amazon Amazon其实今年 或者说这半年的表现是非常差的 而且非常多同学也说 哎呀什么时候可以抄底 什么时候可以抄底 那很不好意思 一直都没有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抄底的预期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抄底的可能性 或者说点位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信号 没有看到 但是Byron这边是提到 Amazon可能有一些机会了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从5月份做来 做了三个月的相对较实的一个底部 认为Amazon 他还有其他的解禁 可以解 这个其他的收入 其他的盈利可以解禁出来 甚至相对于说 我们上周报过财报的Snapchat 还有Twitter而言 Amazon有40个Billion的Advertising Revenue 这个是比Twitter和Snapchat还要更大 所以现在是否有更多的人或商家 在Amazon上面做广告 因为Amazon有大量的用户 只要有用户的地方就可以做广告 然后同时的话 FedEx跟UPS这些可能还是会被 继续的被Amazon给干掉 所以Amazon这种强大的护城河 垄断能力 那跌到位了 可能还是值得去关注一下 那这个我们说过 股价上来说 Amazon可能真的是差不多了 头肩顶的这么一个目标 是一个大的头肩顶 那这个目标顶是在180 这是拆股之后的价格 然后这边仅限是在150 对折下来的话 可能刚好到120左右 这里我们看到跌到110 110110110100左右 那这个应该算是 我们看这边仅限应该 就顾且算它140 180 140 那对折下来刚好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达到 目标是达到 当然现在还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那我觉得这个做底的过程 可能是漫长的 但可能底部低点已经出来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这是白人这周讲到的一支股票 我再加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那本周我们看到大量的事件 市场也是满怀期待的 出现了一定的高开 今天早上我们亚洲市场也还行 亚洲市场更多还是在日本的带领下 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看同时还有中国 A国今天也是拉回来一点点 但整体来说还是很麻烦的 中国今天又对猴斗这边 进行了一些的 好像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东西 引发了一点点担忧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疫情都已经算是控制住了 不要说这个猴斗了 然后香港的话反而今天是 有点小强啊香港 有点小强 香港好像比今天比这个A股 要稍微强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否意味着说 风险资产 开始有更多的机会了 当然也意味着就香港这边 之前跌跌跌到支撑位置 那个支撑能不能起来 最终能不能走出来 还是说往下走 那这个就是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我们继续再看 但我个人的预期还是比较看好 中盖在后半年的表现 所以SSEC这边对应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中盖上证 上证指数 只要3200这里不过 我个人期待还是有更高的期望 那讲到更高的期望 也不得不再看一看一些中盖股 本周中盖股 我觉得进入到一个很好的 抄底的区间 因为集体中盖或集体中国股票 回调了不少 只要我们看到形态还没有破位 包括像阿里巴巴贝壳 这些其实形态都没有任何问题 CDDQ 包括新东方 大家参考新东方这个形态 对吧 只要有这种形态的 我觉得都属于是相对较强 而像FFIE 这个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股票真的是 假老板 应该都不无聊的 然后京东这形态也是非常到位的 万国数据 其实好多小腰股 可能之前我们说过 要小心 其实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我们看毕竟回调 寒整 都是相对来说健康的 没有破位的情况 而且都比较轻微的健康的回调 或甚至强势的横盘 当然也有个别是什么 选择往上蹭的 但新东方这种还是挺强的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这里 这边好像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再看看 这些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再看一看生化制药股 中盖的生化制药股 可以观察一下 这里好多也是在低位的 我觉得这里面的股票 大家也可以多看一看 有机会的话 然后三倍的ETF 这里 还是比较喜欢老布 看看这个如果市场反弹的话 还是看关注老布的机会 如果市场要回落的话 反指的ETF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SARK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Tescue Tescue这玩意儿 特斯拉 我还是得点评一下的 特斯拉现在目前 有几个事件吧 当然这事件 我们看到目前可能还没有发酵 或者说没有对特斯拉的股价 有太多负面的影响 一个是林志颖 大家也知道林志颖这个新闻了 对吧 这个新闻应该大家知道的更多 包括还有最近Twitter的事件 Twitter把特斯拉告上去了 对吧 然后还有好像马上听证会了 还有就是周末发酵出来了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 和他前期的一些绯闻 对吧 还有跟Elon Musk的关系 那谷歌这边这个创始人 应该是叫Larry Page吧 是叫这个名字吗 我没有太注意这个名字叫什么 忘记了 但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人物吧 在硅谷啊 在巴尔街 在整个这个富豪 Ultra Wealthy的这一个人物当中啊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对吧 特斯拉的CEO Elon Musk干了一些很坏的事情 然后呢 导致人家要把他股票给卖了 对吧 那这里会不会引发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觉得Elon Musk 一开始的话 还是感觉很有野心的一个人 很厉害的一个人 对吧 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那后面感觉他做的很多事情 像玩一样啊 当然有钱任性啊 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啊 那会不会有些后果呢 最后导致对特斯拉股价上的一些 一些变化呢 我不知道啊 但我觉得这里可能有关部门 包括很多人可能是一直盯着的 包括SEC了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新闻了 那就对特斯拉的股价有什么影响 最后会不会把它推下特斯拉的管理层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股价可能会有比较大负面 当然这是一个猜测啊 另外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反指 TestQ 这个依然是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多观察一下 五分钟的一些机会 目前我们看到五分钟 在22号砸出一个地点之后 目前是慢慢起来了 这个下降趋势可能短期暂时告一段落啊 从我们之前讲过的短线技巧 VR来看目前已经占上平均 这个平均成本线了 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潜在的机会啊 只要不破平均成本线 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42块钱这里 42块5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特斯拉是不是会就此就跌下来 包括特斯拉之前我说过 只要不涨超过 这个845以上 一切皆有可能 这可能会是一个极佳的做空机会 当然也可能 I'm wrong 但是风险回报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大家来的问题 Robox这股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能更多说是估值上的问题 或者说市场目前对高估值高成长的股票 可能还不太友好啊 短期的反弹反弹的不错 因为大家个人还是偏向于往下走 当然短期能不能反弹可以吧 但我个人更希望说他能反弹到一个更好的做空的位置 来到更高一点的位置 做空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位置我觉得暂时还不好说 还不好碰 不好意思 今天我是个人时间来晚了 我补一点时间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 欢迎继续留下来 提出你的问题 有更多的互动 感谢大家也参与我们的每周的公开课 一天打个头炮 看看接下来怎么样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ray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firstray.com chineseatfirstray.com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ray 横康985 服务环30多年两个电商 真正你的名称 大家也可以扫码关注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我在留点时间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后续的问题